淘汰周深 耽误姚贝娜 瞧不起刀狼 硬刚甜阵 那因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 让她的恩师古建芬都直言 所以我不就是说长了好嗓的 配着个狗脑子 2014年周深经过导演的多次劝说 才鼓起勇气登台演唱 仅用一首欢言就赢得了三位导师的哄强 只要你倾听一笑 我依稀就迷醉 这女孩唱得挺好的 周深源以为那因是最懂她的那个人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女生唱得还好听 我能把你调教成一个男性的奇遇 可没想到在她第二次上场时 就惨遭那因淘汰 对不起周深 我喜欢李维 无独有偶 姚贝娜身为刘欢的得意门生 在参加好声音前 就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于是她在台上一开口 就引得四位导师转身 这声音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一转身就看到她最激动的那个地方 你整个人已经蹲下来唱了 我起鸡皮疙瘩 可到了决赛时 那英明知道 姚贝娜不擅长英文歌 却仍然将她已经准备好的歌曲换了下来 还让她练习一首超高难度的英文歌曲 即便姚贝娜已经明确拒绝 但依旧无济于事 即便姚贝娜已经明确拒绝 可依旧无济于事 结果可想而知 姚贝娜也惨遭那英淘汰 泪洒舞台 刀狼当年仅用一首 2002年的第一场选 便力压华语乐坛 仅正版销量就有270万张 碾压周杰伦的七里香 可在评选乐坛十大影响力歌手时 却遭到了那英的极力抵制 田正在90年代 原本是与那英齐名的乐坛天后 但在一次颁奖晚会上 原本属于田正的奖项 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那英领走了 于是田正一怒之下 上台控诉主办放了黑幕 但这也导致她遭到了电台 和主办方联手抵制 可无一例外 这些被那英看不起和打压的歌手 却都反过来打脸了那英 周深被淘汰后 却在好声音重返巅峰的舞台上 受到了青睐 评委都暗指那英眼光有问题 如果第一届我在现场 我根本就不会把她淘汰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制片 我下一步要拍一个 这个历史古装去 我第一个人选一定找你 你来唱的话 我的票房已经多加一个亿 终于在2016年 周深为动漫大于海棠 现唱了一首大于一战成名 并且2019年 她还携手李克勤 组成情深深组合 一举将那英打败 周深用实力证明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姚贝娜在被淘汰后 直接就收到了央视 邀请参加2014年春晚 于是她就在零点之前 压轴演唱了一首 天要中华 并且她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现场演唱歌曲 随她吧 爆火网络 但天度英才 2015年姚贝娜因癌症去世 不然今天的华语乐坛 绝对有她的一席之地 如今的刀狼 却早已没有当年的王者风范 头顶上那个标志性的鸭舌帽 也消失不见 有的只有赠量的光头 演唱地点也不再是香港红看体育馆 而是小型商演现场 虽然王健林在年会上演唱了她的 西海情歌 狠狠地打脸的那鹰 但刀狼并不喜欢爆火的感觉 她只想自己一个人低调的钻研歌曲 并且她还培养了一个女徒弟云朵 所以她已经很少再出现在镜头面前 田振也跟刀狼一样 自从大闹了颁奖典礼后 她也隐退歌台 但她留下的歌曲 依旧是如今的经典 不得不说那鹰的眼光实在太独特了 太练了 不得不胃